台独不要人 台独不要人 母国统一 台湾的鬼 哈喽大家好 我是陈老师 那这两天我们看到台湾 中华民国第16任总统就职典礼 已经圆满的落幕了 举办的非常圆满 可是我们看到在5月20号之前 大家尤其是在大陆网友看来 基本上就是剑拔怒涨 就是感觉挺危险的 站在中国的角度 因为赖清德 首先我们讲民进党 他本来就是不受北京欢迎 并且是北京反对的 当然北京没有这个反对的权利 但是赖清德 他又是独派阵营绿营里面 民进党里面最独的那一个 因为他之前也讲过 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这一话就是把北京也给激怒了 所以说北京非常讨厌赖清德 那赖清德 他如果要就任台湾总统的话 那中国肯定是非常 面子上也挂不住 所以我们看到在赖清德 他还没有就任第16任 中华民国总统之前 那个阵仗我们看到大陆的媒体 都在轮番的时候军演 台独是一条不归之路 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互不隶属 就是这句话让北京跳脚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国家 中国官媒杨时新闻 22日在微博发文 强调祖国统一势不可挡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一度高居微博热搜榜冠军 出了一票中国明星 包括黄晓明 范冰冰 纷纷洗版表态 其中格外醒目的是 出身台湾的艺人 也跟进交作业 欧阳娜娜 杨宗伟 侯佩岑等人转发微博 附送台湾必将回归 祖国的怀抱 吸引众多中国网友 在底下留言大赞 南部战区到底发生什么大事呢 朋友们 字越少事越大 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 5月1号官方微博写 不忘备战整个打蛋 这是已经蓄势待发的节奏吗 到了2号 已经是激战震撼 不畏惧不退缩 说明正是冲锋陷阵 手到擒来的时候 台湾从来不是一个国家 也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国家 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可是我们看到5月20号之后 他就成为了台湾总统 结果中国大陆的媒体 又不报了 也不是完全的不报 就整个调子就放软了 没有像5月20号之前 那样那么剑拔怒章 军事演习 那么吓人 派飞机绕来绕去 5月20号 我看到一些主流的媒体 他的那个调子放软了之后 主张就是说 大陆主张和平 爱好和平 我们也主张和平统一 然后又讲了一些 什么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然后又把什么古话搬出来 因为台湾人也是中国人 古话说得好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这不其实就是 一个给自己下台阶下吗 对吧 你既然后面讲 中国人不打个做中国人 那你前面为什么又剑拔怒章了 对吧 等人家已经上台了 成为了台湾的总统了 诶 屁又不放了 开始 我们不打 不是我们打不过 我们不想打 我们爱好和平 这不就是怕尴尬吗 人家都就认了 你屁 屁又换了 换了一套 对吧 然后我们看到 包括中国的很多的社群媒体上 都报道了 类似 就是在5月20号之前 都报道了 类似于军事演习的这样的画面 剑指台湾的 那一看 我当时都给吓得 我吓得直接一整夜没睡好 还真的以为 这次大陆是动争的了 中国大陆解放军东部战区宣布 从今天上午7点45分开始 在台湾海峡 台湾本岛北部 南部 东部 还有金门马祖联合军演 尽管中国军机没有逾越中线扰台 但解放军仍派遣八艘船舰 在台海周边活动 国军会持续的运用联合情见证手段 来掌握中共的军事活动 但是其实也就是扯淡 因为这不就是跟几年前 那个美国众议院议长 裴洛西来台湾之前 对吧 媒体所有的镜头都摆在那边架了 尤其是大陆的媒体 相信 他裴洛西肯定不敢来 因为大陆的军方都表态了 佩洛西敢来 我们就敢打 把他给打下来 就是还有什么军方备战 你当时看的那个阵仗 就感觉啊 美国跟中国肯定要发生 一场局部的战争 当时啊 那个国内的新闻媒体啊 都是那个 那个愤昂的那个态势啊 但是结果呢 对佩洛西一下飞机 我靠 中国的媒体 新闻电视台 直播节目 看不见了 全部掐断了直播 太打脸了 知道吧 这次也很打脸了 他们就变相了 就开始打嘴炮了 中国的外交部部长 王毅啊 他说什么话呢 他说啊 赖清德之流 无论如何折腾 都阻挡不了 中国终将实现 完全统一 你讲这些屁话 有什么用啊 对吧 我们也不会天天 醒过来讲 哦 明天不会世界末日的 明天地球不会爆炸的 对吧 因为我们都相信 地球不会毁灭 明天或者是明年 不会是世界末日 这个是很肯定的 既然你相信这个事实 台湾会统一的 你就不可能 一直天天讲 天天讲 就搞得好像 别人不知道一样 中国终将统一 也必然统一 这是任何人 任何势力 都阻挡不了的 时代潮流 浩浩荡荡 顺之则昌 逆之则亡 开历史倒车 只会坠入历史的深渊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外交部长王毅 就台湾问题 阐明中方严正立场 王毅表示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台独分裂活动 是台海和平的最大破坏性因素 赖清德之流 背叛民族和祖先的丑行 令人不耻 但无论他们如何折腾 都阻挡不了中国 终将实现完全统一 台湾必将回归祖国的怀抱 所有台独分裂分子 都将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那另外呢 我们也注意到了 像是中国的社群媒体上 有很多网友 对此也发表了一些看法 其实呢 大部分的网友 还是相信政府的 就是那种在下面留言 我不知道是水军 还是政府雇来的 就是在那边 一排排的 就是你看到 洗版说什么 中国必将会统一 台湾终将会回家 什么之类的 我们都期待着 两岸中国人团聚的那一天 什么之类的 但是也还是 有一些人慢慢清醒了 毕竟那么多人 总有一些人会慢慢的清醒 骗多了嘛 我们就看到 有中国网友留言说 看到台湾又换领导人了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因为八年前 台湾独派竞选人蔡英文 还没当选前 我就认为 她不会当选 当时新闻每天轮番 播报军演 跟现在一样 都相信 只要蔡英文当选 那天必然是统一之日 也就是2016年 5月20日 这一天 我始终记得 不要再把我们的钱 拿去军演 而且军演 还是给我们自己看的 我已经看穿了 那这个说明 这位中国网友 已经被骗的 不是一次两次了 就像放狼的小孩一样 不是 就像放羊的小孩一样 你天天跟他说 狼来了 狼来了 他总有一天 就不会相信你这句话了 还有网友留言说 始终记得16年 那时网上都在讨论统一 因为蔡英文当选的话 就踩到了红线 那时候打开电视 就是军事演习 都在等着看台湾的好戏 结果好景不长 人家蔡英文上班后 咱电视也就不报了 军演的消息也就没了 再也不相信 打台湾有多简单 赖清德明天上班 那些还在相信 武统的嬉嬉睡吧 我们90后是过来人 现在长大了 我们不相信这一套 00后还在喊武统的不要熬夜 等明天的武统 赖清德照常上班 我们还是洗洗睡 比较实在 中国两小时能召集多少 一旦出现突发情况 如果中国启动一级战备状态 会是什么场景 后果不看设想 还有网友连说 现在也就是派飞机 去台湾家门口飞一飞了 人家上班后 我们就不飞了 绝对是这样的 因为这是沿用很多年的老程序了 非常好用 等赖清德上班后 你就可以看到 我们新闻又不提军演的事了 开始改口说 我们还是爱好和平同意 希望台湾当局不要妄自菲薄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 中国人那当然不打中国人 我真的笑死 还有网友连说 赖清德5月20号讲话说了啥 全网都搜不到啊 让我们看看他说了啥大逆不到的话 好让我们出征为国效力啊 还有网友连说 我今年50多了 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还在上学的时候 好几次也期待着感觉要打台湾了 但结局往往不是朝向我们这一边的 可以说每一次都是和预期相反 这几年我们也看到了 佩洛西去台湾之前喊打喊杀都备战了 以为会吓到美国人 毕竟我们一直认为西方是纸老虎 最终纸老虎是喊得最凶的我们自己 现在又没喊了 毕竟人家台独分子已经正式就职了 转而喊和平同意 不就是给我们自己一个下台阶下吗 我相信祖国终将同意 但总是自欺其人 有什么意思呢 还有网友连说 5月19号看到网上大家都在喊统一 其实现在网络主要以年轻人为主 从小学生到大学生 这些年轻人都在喊 快要统一了 台湾就快要回归祖国了 像我们这些中老女儿就不会相信了 我们唯一相信的是 台湾终有一天会回家 但我们不相信的是 官方和主流媒体渲染的这些 什么拿下台湾只需要一上午 什么下午就可以发大陆的身份证了 我宁可相信赖清德 别再欺骗年轻人了 我们两岸的中国人 能做的就是一起等待统一的那一天 而不是幻想明天 哎呀 看了这些网友的留言 我真的是觉得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些 只是一小部分的网友的脸 其实大部分的还是在那边 相信着祖国会终将会统一啊 相信着那边哪一天会武统啊 总有一天我们会把台湾打下来 这种类似的言论 这些呢就是小部分的人 就是那些长期被骗啊 有点脑子最终发现自己感觉 哎我是不是被骗了 因为你每次都说要打要打 结果等要打的时候 哎可能就把你的电视画面给切断了 啊佩洛西啊下飞机的时候 哎直播全部中断了 因为打脸了嘛 哎呃那个赖清德 那个就任台湾总统之后 哎开始不讲军演的事了 转而把调子放软 开始讲和平了 讲和平统一了 对吧 一样的道理 嗯那以目前的一些台湾观众 你们对这样的一些留言 或者是对于中国大陆网友 啊这些小部分的这些网友 他们的心态的转变 有什么样的看法 以及对于那些还在支持 还在相信中国洗脑的那一套 说什么啊明天 或者是什么什么时候 未来中将会统一台湾 什么武统啊 包括天天啊 讲那些军事演习啊 派飞机啊这些东西 其实我们都知道 烧的是他们自己的钱 但是很多网友 在那边叫嚣战争 你们对这些网友 有什么样的看法 欢迎在留言区 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分享 那今天影片到这里 就是喜欢我的影片 请记得帮他赞订阅 开始小铃铛 拜拜